同样是艺文消息要带您关心 这是这几年来有好几部台湾电影 在华人世界里造成了一股风潮 而大家除了欣赏电影 也开始探讨台湾电影的发展因素与条件 美西华人学会人文组 就在洛桥中心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希望透过台湾电影的历史回顾与分析 让更多桥界朋友除了看电影 也更加了解台湾电影的内涵 由台湾作家九把刀 指导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在台湾 香港 中国大陆 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上映时 纷纷创下佳基 就连在台湾的电影台播放 也吸引了将近三百万人次观看 而这股国片风潮也吹向洛杉矶桥界 美西华人学会人文组 邀请了中港台三地的电影人 以漫谈一九八零年后 台湾电影学术研讨会为题 与大家座谈 我相信在这几部电影之后 我相信台湾电影会起来 而且会非常倾盈大众 将来还有一个趋势是说 将来是中港台三边一起合作 拍出更好的电影出来 能够走将世界 现在你看到两部电影 就是哪些年跟那个梦嘎 都是差不多二百万美金的 budget的景本 所以要结果分别的 我们说一分钱一分负 就是这样的 一张张的电影海报 勾起了在场侨胞的回忆 早期的台湾电影 无论是薛平贵与王宝燦台语电影 或是充满爱国意识的电影 八百战士 英烈千秋 以及简桥英烈传等 都让人看见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脚步 而从2008年开始 台湾把电影的取材重心 转为表达日常生活与情感 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种非常就是关注于细节 关注于小的一些生活 小情感 小的一些故事 这个电影的一个故事线 然后比较吸引观众 还有就是说 台湾电影的一些镜头表现力 包括它的故事结构 这种最细腻的情感在电影里面 对一种生活 它电影对帮助 就是说 帮助这些 映日青年人 在对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 这场座谈会 骆桥中心副主任邱昌生 也到场支持 期盼进一步把台湾电影的文艺风潮 带入洛杉矶桥界 台湾核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缝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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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